再来看到今天的全球现场要告诉您的是 美国动物开始打疫苗了 这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动物园 从上个周末开始要开始帮园区里头 大型猫科等动物接种新冠疫苗 而美国另一座受欢迎的动物园之一 丹佛动物园也在7号宣布 从下个星期开始要帮动物园里头的动物接种新冠疫苗 丹佛动物园表示 这一次施打疫苗主要是以哺乳类的动物为主 而灵长类动物以及肉食性动物将列为第一批的施打对象 动物园里头的兽医就说了 动物施打疫苗的目的其实就跟人类一样 都是希望能够产生保护作用 因为目前有记录显示 包括了大型的猫科动物 灵长类动物以及某些镍齿类动物 都发生过感染新冠肺炎的案例 而在南韩则是公布 6号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数字 因为超过了1200例 所以南韩总理金富谦他就表示说 如果未来两到三天 疫情没有办法控制 将会提升社交防疫措施到最高等级 南韩新增超过了1200例的确诊数 是去年12月底掀起第三波疫情以来的最高数字 当地疫情是在首尔汉周边地区主要确诊者都是20到30岁的民众 因此南韩为加速施打疫苗 已经跟以色列双边同意 要将以色列快要到期的70万剂辉瑞BNT疫苗 先交给南韩来使用 南韩之后会归还相同数量的同款疫苗 而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5号的时候跟德国总理梅克尔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进行三个月以来的第二度视讯会议 双方不但就全球疫情 以及气候变迁等重大议题来讨论 欧洲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 显然也将更加紧密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德国总理梅克尔 三个月来两度视讯同框习近平 中欧之间的合作关系紧密 无庸置疑 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 而不是取代别人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是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 希望欧洲在国际事务中 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 三国领袖讨论的议题 包括气候变迁 保护生物多样性 以及目前的全球疫情应对 全球疫情形势是反反复复 依然严峻的 经济复苏的前景不明 任重道远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相互尊重 精诚合作 而不是采集对立 联合博弈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国际关系基本规则 国际上的事 需要大家心平气和 商量 另外法国总统府在会后表示 在中国与欧洲知名接种疫苗大幅进展下 希望中法两国可以恢复航班 但事实上 中国大陆与欧洲之间的商业贸易 从铁路运输增长就可见一斑 大陆在2020年首度超越美国 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从拜登参加G7会议时 就可以看出以法国以及德国为首的欧洲领袖 表明与大陆之间往来的重要性 将近60名欧洲大型跨国公司领袖 就发表联合声明向政界喊话 希望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合作 这些欧洲工业援桌会议的代表 来自德国宝马 戴姆勒等等公司 对于欧洲政坛向美国看齐不以为然 专家也因此指出 美国从中作梗是无法阻挡中欧合作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